大家好,現在要說以國計劃探討大日本帝國成員與台灣國際地位的第30章 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我先說,我們的最終國際地位,我們先下一個結論 我們這裡慢慢來解說為什麼 我們現在台灣是什麼樣的國際地位的進行 後面變成什麼 這是我們先要了解一個粗暴的概念 因為我們下一張節,我們也要做這方面的什麼驗證 所以說,如果這個法例來推倒 我們最終台灣會變成什麼 國際地位會變成什麼 我們現在是什麼 過去這個國際的管理到底 他們這個歷史到底為什麼 有些什麼相關對我們台灣比較優利的一個 算是一個國際法的管理嗎 我們要了解這段的歷史 我們先說,我們的最終地位是什麼 我們最終地位最大最大 最大最大,讓我們台灣人最寬鬆的一個地位 然後也合法的狀況 叫做日暑邦連 這樣而已 嘿 就是在台日本帝國天空 天空之下的一個國家 這樣而已 這是最大最大最寬鬆的一個什麼 嘿,的一個 的一個國際地位 嘿,這是我們台灣人普遍相 我們要去爭取的啦 但是齁,這種的問題 尊公你知道,你先放就好了 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我們 沒有辦法馬上跨 跨到我們的最終的國際地位 不可能啦 因為齁,我們現在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破黨魘 根本就沒有辦法到最終的國際地位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普遍相的問題 我們現在台灣人普遍相主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現在的政治的地位 是一個殖民地的狀況 一個民地的狀況 就是一個中華民國的流亡政權 在我們台灣 他做一個政治 做一個叫做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中華民國的流亡組織 這才是我們台灣人 今天過這麼年難過的主要原因 流亡組織還在的啦 你如果不把這樣齁 這樣齁齁齁造成 我會說你台灣英文也不正常 英文也不正常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個問題 就是要說 要把中華民國怎麼連 你知道齁 連盆帶根 整個要把他窩窩走 你知道意思嗎 要把他窩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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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然 這齁 這是美國的政治原因 因為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就是美軍帶來台灣 所以他現在也要想辦法把他帶走就對了 嘿 因為他畢竟不是我們台灣土生土長 他是屬於外來 你知道齁 外來的品種 他是屬於 哪裡的呢 屬於中國的 他並不屬於台灣 嘿 他本來就不屬於我們台灣的一部分 他是一個外來的賬款 一面來的我們台灣 你知道齁 以前這個中華民國本來是存在中國的 再來 後來 中華民國本來是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他在賬牌 他賬牌 他賬牌的時候就把這個中華民國 拔來這個我們台灣 然後他賬 所以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外來品種 外來就對了 外來就不是本土的 你知道嗎 本土 台灣的本土種有他的特色 外來種也有他的特色 我告訴你一件事 外來的這個 中國品種 跟台灣的本土品種 我告訴你 不會下 不會下 因為這兩種的文化 是差異性很大的 台灣人齁 我們說的 台灣人 比較普遍的性質 他生做什麼樣的 第一 比較傻的 傻的你聽到嗎 比較傻的 比較不在那裡 圓圓翹翹 你如果說話要給台灣人聽的時候 你要聽到 你要跟他講得 這是什麼樣的 你知道嗎 你要跟他聽到 台灣人這麼聽到 台灣人要聽這種話 你知道嗎 如果中國人就不是了 你知道嗎 你要用什麼 跟中國人說第一 power 管理 你的國家有夠大嗎 你憑什麼跟我說這種話 你的軍頭有夠大了嗎 第二 你有錢嗎 嘿 你要拿什麼跟他說 你知道嗎 你要拿 洗乾燥看他中的名字 怎麼 回到他的 你知道嗎 回到他的頭上 跟你說我有這個名字 你現在跟我說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們只怕這個而已 他們只要聽這種話 他們要聽什麼 他們要聽什麼 他們要聽有管理的人的話 因為 自國以來 中國的社會 就是一個什麼 露雷進款 奴隸政權 我問他 路人都要聽什麼的話 聽管理的話 權力 power 和money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 權力 可以奴役他 可以讓他心安慰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他反抗也不好 所以我只要聽他的 你知道嗎 我跟他反抗也不好 所以我會聽他的 所以 中國人的心來都是一個 奴性 露性 齁 你知道嗎 在做露雷人 他 最大的自由是什麼 嘿 就是 怎樣 我們這個主人 給我們什麼 銀頭小禮 所以 他也要聽一位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有兩行 跟中國人說 在砲 放下去 你沒有這個名字 你要聽我的嗎 不然你試試看 你知道什麼 你懂什麼 你如果有鞋魄 他才會心來怕 然後他就沈腹 你知道什麼 他就是露雷 露宅 我會說 因為他們做露宅 做三千年 都在做露宅 啊他的 怕孫孫 小小代代 都是露宅 露宅名 你聽得懂嗎 因為他生來就是了 整個岔腳也是 那整個教皇也都是 那個中國的教友,本身就是你教路仔的 教你,要做一個好的路仔,要把頭上的巴結 你知道嗎?做他的教,這樣就對了 嘿,啊你齁,就要望什麼? 望上面的命令跟上面的施捨 啊最大的施捨是什麼? 讓你有錢嘛,你知道嗎? 對啊,讓你有錢之後,你會感到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你齁,在洗乾燥怎麼樣? 你有很多的管理就對了 嘿,還叫做銀頭小利,他們就要這種的兩項命 所以你如果要跟中國人說話的時候,你就要拿兩項出來 第一,滾頭不給它抖,我有這個 第二項錢拿出來,你如果聽話,這都你的 你知道意思嗎?我告訴你啊,人家說的一句話啊,敬酒不吃 對吧?吃滑酒不笑的,我如果說我也要拚錢啊 什麼人要跟你拚沸頭不給,所以他這樣就睡了 你知道嗎?對中國人這條很好的啦,白事不爽啦 他們就是這種的民族,你不用懷疑啦 因為他們的祖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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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啊 一直以來都要這樣做啦 這條很好的啦,我不會跟你騙啦 對中國人這條很好的啦 他們就是敗在這裡啦 對啦,所以他們齁,他們齁,他們齁,英萬,小小的大大都要做路歷 對,啊都要去鄉一民 啊不然,你包括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也是一個殖民政權 但是人,普遍最多中國人民也是,說我也是,他們習慣習慣啦 所以我跟你說齁,你說中國要自由齁,我跟你說 你有一個條件,他的人民的心目打開嗎? 啊不然,我跟你說,他又怎麼做的這個政府,也是一個殖民政權 所以你要知道,中國人所做的政府都一直以來屬於殖民政權 不可能成為什麼,主權獨立的國家啦 中國人,我跟你說啦,他們沒有那個屬性啦 自由民主這個東西,他也一直盼著啦 所以他知道什麼叫做自由民主,他說他的心態做不來啦 因為那個中國的民主都跟他們拔掉了 自國以來,在他們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 兩、三千年來,全部都是路歷的教育 嘿,所以你說他們要討拔這麼簡單,很困難 齁,啊我跟你說,所以他們的性情就是這樣 現在他在我們台灣的動權,你聽到嗎? 現在我們台灣的動權才是什麼? 中國的殖民,殖民政權 叫做中華民國 啊,那是相對就跟美軍帶來我們台灣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想辦法把它處理掉 嘿,啊這叫做外來種啦 人家說的,李政委說的叫做外來政權啦 外來的賬款啦 嘿啦,啊所以,那個時候你包括李政委和阿伯去做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你看,連政怎麼說 說你這個人竊國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應該屬於我們中國的賬款 你既然這個本土的台灣人,你把我們抵掉 你知道的意思嗎?你叫做竊國 所以你這齁,本土的台灣人,你齁,去坐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你要說台北市 嘿,你如果折去的那天,我來講,你只花一孤月而已 第二孤月,他就開始把你抵掉 嘿,開始把你抵掉了 你都去看阿伯就好了 你給他看他怎樣死的 嘿,他就是怎樣? 叫中國人怎樣? 政敵道政啦 所以你本土台灣人,你要選舉也不好 你去競馬是經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去人也要跟你抵掉了 你看阿伯怎麼死的就好了 他就是這樣,他就這樣叫做疊死的 你都看不見阿 你如果,你如果比較聰明的齁,你就知道說這個 中國民國有問題,因為他流氓的 他是一個自民賬款 他在國際法上面是一個非法政權 阿說的是,你如果比較聰明的台灣人齁 你齁,台灣用法律怎樣,跟這個中國民國 跟他抵掉,你就要跟他整組跟他抵掉 這是我們現在台灣人要做的就是要把這個 中華民國這個殖民政權 外來的殖民政權 中國的殖民政權要怎樣,要跟他抵掉 你要跟他抵掉的時候,台灣才會抵掉 不然我要說,英文也不正常 英文每天都在那裡插插插插插 現在每天都在那裡插插插插 對啦,就是 中國人是要去通議,本土的台灣人不來 阿所以現在就要怎樣 用桌子把他抵掉 他如果要回去通議,你就要把他抵掉 你台灣人也不可以抵掉 你就假好心,我中華民國須台灣 假好,那就是台灣人傭 我就說台灣人一個性情很壞 我叫做傭 傭又抵禮 這你就要死了 什麼樣的原因,中國人說的話 都圓圓圓圓圈圓圓圈圓圈圓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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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講的都沒有一句話是真的啦 我才說,如果你要跟他講 你拿兩項跟他說 覆利給他遲,錢給他遲 我說,有嗎? 慘 他們只要聽這兩項 因為,對他們民族太了解了 你知道嗎,我是在他的心臺,那個內心的世界裡面,他們的結論就是,他們就是這種的東西,他們就是這種的人,你不用懷疑 你不可以用你本土台灣人的那個公帝去想他們,那是你反尊基本的錯誤,所有的人都跟你們不一樣啦,台灣人的一個性質就是公帝啦 因為那也是我們組織的辦法,叫做公帝啦,公帝啦 所以你就要自己要有一個主角,你的DNA裡面就是公帝,所以你就不用公帝,你也不用帝 對不對,你要變聰明,你要變靈巧,你知道嗎,你也要改在那裡玩,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他們的本質是什麼,你不可以玩得來,你不可以知道他怕什麼味道,他在怕什麼 中國人心裡在在乎什麼,你要用什麼跟他講,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知道他整個頭子裡面都在想什麼,這叫做靈敵 靈敵就是什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叫做靈敵 你也要知道對方你想什麼,你也要知道你的內心世界你想什麼 你也要愛什麼,他也要愛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齁 這叫做靈敵就是什麼,流亡政府,流亡的政府,那是什麼非法的 非法的啦 我們後面說到什麼,他現在是一個難民機構,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我跟你說啦,他是一個過多的什麼,政治的組織 這樣而已,你都看他做他是一個流亡組織啦,流亡的政治組織這樣而已啦 所以你再看一個問題,你如果用那個中華民國的名字,他處理國際社會的時候 沒有人敢跟你申請,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本身本來就有問題了啦,他是中華民國的流亡組織啦 那在我們台灣上面的一個流亡組織這樣,台灣整個島都難民營啦 現在你受難民受那個中華民國難民營,因為你現在拿到他的新聞證啦 所以你只要拿中華民國新聞證的人,你被在國際法上被自動 過六的什麼,中國難民 啊你現在出事情,我要說的人就把你送回去中國去審判 什麼樣的原因,人一定跟你說啦 你一定,這個中華民國的體制一定不救啦,我們死的 嘿,那叫做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那是一個流亡的,非法的狀況 按,你如果說按齁,聯合國的2758號結文 齁,美中的三個公報,跟一個中國原則 這輩子中華民國的這個流亡的難民啊 早晚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中國去被人家統一 這一定割好了,不再了解了,人這個 美國跟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的流亡都遷好了,遷在那裡 你用去看三個公報,跟一個中國 人一定破壞了,你這輩子就是要回去 你不要在那裡學不會想,沒有任何空間 就是這輩子中華民國的什麼 這個中國難民,一定要離開台灣 然後一定要回去中國統一 麻煩你來走的時候,把你的金門和媽祖都帶走走走走 那也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 嘿,你就把他帶回去跟中國他們統一 這樣我告訴你,說到時候,法理上這樣就沒事了 現在我們台灣的問題,現在就是在這裡 在哪裡?我們下一個結論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中國流亡組織 又在我們台灣怎麼樣? 嘿,他算百責條的 百責條的 他沒想要走,因為這家有油湯 有錢 因為,你要記得 中國人,他要什麼名字? 他要錢,他要錢而已 現在就是台灣人 他現在就是一個流亡的政權 所以他有錢 然後他有錢主要的目的要送什麼?要錢 嘿,所以喔 你看看,國民黨都跟這個財團搭到很肉 有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黑金的集團 黑金的集團 那叫做中華民國的流亡組織的本質 人家都很清楚他們是流亡的 他有一天會被趕走 所以他現在想過 所以說,這製造什麼可以給我換錢 除了錢以外還有什麼? 說得簡單 他們就是最終的目的在我們台灣就是要愛錢 嘿,他為什麼要台灣的權利? 因為喔,你如果擁有台灣的這個 政治的管理的情況 我價錢都會在台灣生錢 會在台灣賺錢 會在台灣賺錢 這叫做中華民國流亡組織的什麼? 會賺錢 嘿,所以這百分之百什麼 中華民國是一個什麼? 嘿,殖民政權 殖民政權 他來台灣主要目的是什麼? 他主要要給我們百姓 要給我們賺錢 你想要的意思嗎? 所以都在我們新屋頂 在那裡給我們吃東西吃鐵 在那裡給我們保護 對啊,這就是啊 你不要傻傻的 你已經叫他保護70年了 你還不知道他們全天想要什麼工作 就是什麼? 騙啦,第二就是錢啦 叫做騙錢啦 這就是他們要做的工作啦 第二,你要記得叫做騙 第二,他的目的是什麼? 要愛錢 所以兩個合調叫做騙錢 你認同你就知道 他所做所為 你包括所有的東西 都是兩個叫做騙錢 他要愛錢啦 他要愛美金啦 他的所做所為就是你做這些工作 所以那叫做中華民國殖民政權 一民賬款 他是一個外來的中國賬款 所以吼 我們也要講這一章節 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先我們要先講一個問題 我們要先正常化 台灣要先國際地位怎麼樣? 正常化 你怎麼要正常? 很簡單的嘛 你就配合美金嘛 你怎麼說 你怎麼把這個中華民國流亡組織請來我們台灣 你怎麼有我們台日本帝國提供的什麼動議 說都是他 他合法的文件都拿不出來啦 因為 因為 以前這個中華民國流亡組織流亡我們台灣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合法的文件 他就是沒有合法的文件 所以叫做中國 你知道嗎? 流亡政權 他就是打到沒所在走 啊 沒辦法 美 美 美軍說 為了人權的關係 所以 暫時把你們請來這個 台灣島這麼大 因為 台灣島是什麼? 是美軍的暫領地 你就存這個地方好走 不然你就先走來這裡 啊 因為現在台灣島什麼 沒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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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政府啦 因為我們在想 台日本帝國提供一定 前方把他的政府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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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趕快 這不是因為台灣島沒有政府 所以把這個 中華民國的什麼 流亡 流亡政權 用美軍的準要怎麼 把他載過來 帶來台灣 他叫做外來品種 人家說的 李政委說過 中華民國是一個什麼 外來政權 外來的政權 就是這樣啦 他不是我們本土的什麼 合法的政府啦 不是啦 他的這個法律的新聞是什麼 中國的流亡組織 流亡 就是一倍中國人 流亡在我們台灣 所建立的一個什麼 流亡政權 叫做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對 流亡的就是流亡的組織 在國政社會裡面 沒有人敢把他信任 所以你看 你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要加入聯合國 人為什麼都給我們打錢 都給我們打錢 什麼說的原因 因為它是屬於非法的狀況 沒有什麼 在國政法上面 沒有法律的支持 人家沒辦法幫你支持 找不到一條法律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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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是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在抗議啦 人家在抗議 誰說 這個中華民國是一個非法組織 你為什麼美國都一直支持 美國想不想說 所以後來沒有你支持 所以人齁 人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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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說 在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 決議文 承認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真正的中華民國 齁 你用去看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的 有去看誰 因為我跟我說你們齁 你們本身都很妄定 那個名人在那裡 你要看清楚 你不知道都知道 他的身份是什麼 名額都在那裡 有時候有個型號 你就要去看一家文 challenges 那你想 你不要聽別人講 你自己去看 真的有那個名額 嘿 你就是有一個很壞的 什麼看法 你也是有中 你也有中 一個文化很壞的 人 老師啊 叫你 你知道嗎 你把你押的時候 說我妹仔要哭持的時候 你才要去看小子啦 你知道意思嗎 你也叫我學到一個很壞的習慣 你知道嗎 人要把你押的時候 你才要去看小子 嘿 你都沒有自己的什麼 自己自我什麼 求知的慾望 你沒有 因為這也是中國人的教育影響 講到是你們的心態 我都很清楚 中華民國的教育 那個 像說在中華民國的教育 學統出來的人 誰做什麼用 我也很清楚 因為我也受他的教育 我也知道這個什麼心態 因為我以前就這種心態 你如果受他的教育 都一定這個心態 所以 你要自己去怎樣 人家說名行在那裡 你就要去看 欸 有這些名字喔 聯合國2758號結尾 在說什麼 這是美國 累積期的 這是什麼人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樣 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合法的政權 所以中華民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一個什麼 合法的政權 我只要這樣跟你說而已 再來之後怎麼樣 人家聯合國2758號結尾簽 正說在聯合國決議之後 美國跟中國共產黨 又簽三個公報 美中三個公報 你看 美國跟什麼人簽 跟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簽 不是耶 全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簽 所以人家美國承認的中國 合法政府是哪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些是中國合法的政府 所以人家沒有跟中華民國簽就在那裡 你要把它分清楚 現在有兩個 兩個政府 兩個中國的政府 人家是承認哪一邊 人家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邊 齁 這割四個了 然後美國簽三個公報 還有什麼 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這個我們台灣這個什麼 外來政權 中華民國流亡組織的變成什麼 一個流亡又非法的狀況 所以他一定會讓他出份 你放心 百分之百要讓他出份 因為他的法律的地位 早就痛死了 不改了 現在要改了 無材料在國際法 或是在 美國和中國的約束 或是聯合國的決議 我告訴你 你這三個都要看 中華民國我們四個啊 那就不求啊 你知道意思嗎 他是準備要請他請走的 只要法例來說 中華民國他是個屁而已 隨時美軍要叫他走 他就要走 他如果抵抗就怎麼樣 對 他就怎麼樣 反抗軍事政府的什麼 通敵 你都把他拚拚拚也沒人會說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抓青到掃掃掉 那也沒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他如果真的 他如果穿起來 跟美軍在抵抗的時候 他會怎樣 他會被拚拚拚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他本來法理上本來就有問題 然後他又抵抗 說我現在你抓青到大大條 在國際社會來講 他也不會說什麼 因為他的青春抓起來 要來翻空 所以你都把他拚拚不讓人會說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他的法例的新聞 我還要說有問題 有問題 只是說一下 現在美國不會這樣做 因為 他用這個 美國的憲法什麼 在保護人權 但是我還要說 你保護人權 沒有錯 但是你也不能不合法 你知道嗎 你也要合國制法 你不用說 我因為要保護人權 所以我可以做規法的工作 那不是這樣 你對 你要保護人權 但是怎樣 你也要怎樣 你也要做 合法的事情 所以就是現在 美軍要來處理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流亡組織 這是一個非法的狀況 他要來處理 他的進入 什麼樣的原因 人都會在國內 你從去看 1949 1949年 中華民國大撤退 來臺灣的時候 什麼人的困難 把他在國內 就是 美軍的困難把他在國內 在國內 在國內 你如果要怎麼 造成我們奔土 台灣人的問題 一直到現在 現在才要來處理 簡單說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第一步 就是什麼 把中華民國 這個殖民政權 把他搶出來 對 把他消不掉 這就是正常化的第一步 因為 這個中華民國 流亡組織 是一直以來 都有問題 這在國際社會 來臺灣 你如果騙出的時候 都去 都去 都去過打槍 你如果拿中華民國的新聞 前 或是 貨招出的時候 都過打槍 原因就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中華民國 是一個偽政府 假的 其實實際上 根本就沒有中華民國了 沒有了 實際上 他是一個什麼 中國流亡難民 所組織的一個什麼 一個機構 你要再聽一件喔 實際上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沒有 沒有 以實際上的身分 是什麼 中國 中國 流亡難民 你知道嗎 組 一個 一個 流亡機構 就對了 嘿 他是一個什麼 屬於政治難民的地位 政治難民 流亡組織 我剛才跟你說而已 因為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人一直跟你說過 美國那時候下單位 你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 好 我們台灣先把它拿掉 我們說這個中華民國 為什麼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他是一個流亡組織 流亡組織 我說的是一個流亡的組織 他看起來 好像政府 實際上他的法律地位 不是真正的政府 他是一個難民營 難民組織 難民可不可以自治 可以啊 難民可以自治 我講一個就好了 你如果都聽不懂 我告訴你 你們可能會聽過的故事 叫做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我們就說的 劉備就好了 你們都知道 劉備那個人 他都隆流 一直叫他們對策 對不對 他 一開始叫什麼人對策 叫呂布跟曹操把他對策 那人都知道 他都一直在那裡 劉王 對不對 他是不是難民 劉備是不是難民 是 他就是難民 所以他一直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劉王 對不對 你看 劉 劉冠 劉備 關羽跟張輝 是不是處於劉王 他都居無定手 人家跟他打他 他都要走啊 人家跟他對策 他就是要走 他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哪裡你知道嗎 最好走到四川去哪裡 他也去給他百責 他去百責什麼人的土地叫做劉長的土地 在那建立一個賬款 所以你說劉北所建立的賬款就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什麼 劉王政權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劉官張三人都在劉王嘛 整個中國走我隊都被推薦了 整個中國走過一圈 後來走我好運 算去找到的 他在那隊在四川這個地方建立一個政府叫做什麼 叫做蜀 蜀國 所以蜀國是什麼 他是一個流亡政權 流亡的政權 流亡的政權 這樣我說你聽到有沒有 因為他流亡嘛 一直流亡一直流亡 怕你一直在走啊 我問你蜀 蜀國是一個合法的政權嗎 也不是耶 他是一個流亡的政權 外來的流亡政權 因為劉備是什麼人 他是住在哪一邊的人 他是住在那個 差不多北京那裡 今天住在北京那裡的人 他就一直流亡流亡 流亡到四川 對不對 啊所建立的一個什麼 流亡政府 所以齁 你如果說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什麼去流亡政府 你用去看劉官張 劉備管理張會 那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們都一直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在那裡流亡 所以叫做流亡政府 你知道齁 他就一倍人去 他們這三的人齁 他就去找那些 一些人 對不對 啊把那些人都把他抠抠起來 你知道嗎 啊 暫地為王 所以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流亡組織 你知道嗎 流亡組織的定義 你去看劉備管理張會 他們所建立的那個政府 那就是 那就是流亡組織 三國演義 你都不要打過 麻煩你去看劉官張 那就是流亡組織啊 那就是 不像一個國家 那就是 四處在那邊流亡 在那邊逃竄 然後 四處徵兵 對不對 不是 不是 國家 擁有武器 他就這樣一直在那裡流竄 一直在那裡流竄 那叫做流亡政權 流亡的政權 你如果真的聽不懂 你去看三國演義 你稍微回想一下 劉 劉 劉備這個人 一生來明 他的前半生都在流亡 你知道嗎 都在流亡 後半生所建立的那個政府 叫做流亡組織啊 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一個外來的政權 你如果對 四川的人來說 那就是一個外來的政權 劉 劉備你知道嗎 他去做這個蜀王 我問你 他是不是外來政權 對一個四川人 正在本地的人來說 是不是流亡政權 沒有錯啊 你如果站在 站在四川人來說 劉備一個外人在北京 他不是流亡政府 你要站在四川人的角度 看劉備 你就知道 劉備這就是流亡政府 對啊 你如果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啊 靠腰你都在中國過來啊 來這裡建立一個政府 他不是流亡政府 不然他沒什麼 你知道他意思嗎 你麻煩你去看 這個三國演義 你都知道這個 你都把這個 我剛才說的這個 裏書把它套上去 就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你看那個蜀國就好啊 對不對 對一個四川人來講 劉備所建立的一個政府 是不是流亡政府 因為他是北京人 啊北京人 既然走來我四川這個地方 建立一個政府 啊不是流亡政府 啊不是什麼 說得簡單 他就是這個新聞 啊 同樣的 你如果說站在我們台灣人的角度 的時候 你如果看到說 欸奇怪 啊怎麼有一個 中國人 會 一匹難民 幾百萬人 就來我們台灣這個 所在建立一個政府 啊再來就跟我們管 啊再來就跟我們 那個什麼 欸 戒嚴 白色恐怖 還把你228 把我們那些人都抬起來 把我們那些北京都抬起來 啊 他為什麼要抬北京的 因為北京都知道這個事情 你如果帶我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他是流亡的啊 對不對 很簡單的 我剛才說的 你看 劉備 那就是 那就是一個流亡組織 流亡政府 居無定所 不是國家 到處徵兵 擁有武器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流亡組織 啊 那叫做中國流亡組織啊 他就來我們台灣 啊 建立一個流亡組織 對外都叫做 稱為中華民國 這樣啦 說到簡直就是這樣啦 所以他就是什麼 外來的非法流亡組織 叫做中華民國 嘿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政府喔 台灣政府是台灣政府 因為 現在剛才台灣政府還沒有出生 嘿 啊現在是誰啊 現在在叫做中華民國 流亡組織 因為 美國那時候法令 跟我們破 破了 第一 我們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個 台灣人沒有自己的政府 就是沒有台灣政府 因為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組織 所以他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台灣政府啊 他是一個流亡的啊 你說的 劉備那就好了 他跟他走去 四川那個地方 跟他建立一個政府啊 他那個不是流亡政府嗎 所以為什麼 劉備後面會輸去 因為那是一個流亡組織啊 他不是本土的啦 人民沒有向心力啦 所以你要知道 什麼是流亡組織 什麼是非法的 不是所有建立的政府 都是合法的 很多政府的建立 全部都處於非法的狀況呢 非法的 你聽說 流亡呢 你齁 你齁 你看中國的歷史 你就要看 有 他們的很多的政府 都是什麼 都是難民組織 都是流亡組織啊 他們那個建立的那個政府 一直以來都有問題 如果流亡 難民或是非法的政府 政府的組織 你都叫做什麼 叫做殖民政權 殖民政權 殖民政權 你知道什麼叫做殖民政權嗎 就是他的地位 在國際法上面 除非法的 你都看出所建立的一個政權 叫做殖民政權 所以齁 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組織 他也是一個殖民政權 你知道嗎 他就是 因為他的地位是非法 我說 只要是 非法所建立的政府 一定叫殖民政權 我這樣跟你說而已 那國際法定義就是 你只要非法 所組織的政府 一律叫做殖民政權 殖民政權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你要 你現在要 了解國際法的定義 只要不是合法的政府 只要不是叫這個 萬國公法 國際法 相關的一些國際 慣例所建立的一個政府 你一律可以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流亡政府 叫做什麼 叫做殖民政權 為什麼 為什麼要加一個流亡政權 因為他不是 按照國際法 在我們台灣所建立的一個 什麼 合法的政府 所以他是一個流亡政權 中華民國組織是一個流亡的政權 所以他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不是合法的政府 然後在別人的土地上 在別人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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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別人做政府 在管理這個地方的人民 你都疑慮可以 叫做什麼 叫做殖民政權 叫做殖民政權 所以 中華民國是一個什麼 流亡組織殖民政權 這就是他現在的 在國際法 會 會 帶我們給他定義的一個新聞 流亡組織 殖民政權 這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啊 這個 中華民國 那是他的旗號 你知道意思嗎 像 劉備 你知道嗎 這羽人 齁 他是在北京那裡開始流亡 流亡到四川這個地方 對不對 他也打一個旗號 他喔 叫做蜀 對不對 啊他喔 自己後來自封叫做什麼 蜀漢昭烈帝 有沒有 他自己封的啊 我也封帝啊 我也稱帝啊 蜀漢啊 他就是這樣啊 啊 他也打一個旗號啊 啊 這個中華民國也一樣啊 早 他如果 那個 中國人 在中國 流亡我們台灣的時候 他也在我們台灣 又建立一個什麼 欸 這個什麼 流 流亡組織 欸 殖民政權 對我一個旗號都說 我叫做中華民國 你知道意思嗎 你應該知道我講的意思吧 跟那個蜀漢的昭烈帝 有沒有 他那個 他打那個蜀 是一模一樣的 他也打一個旗號 啊 同的 啊 只是說 他們喔 這次流亡過來我們台灣這個 這個 政治難民 流 欸 流民啦 中國流亡難民 他所造成的一個什麼 流亡政權 殖民政權 啊 他對我 也是都說 我叫做中華民國 這樣而已 所以他以前 沒問那個中華民國 也還拿來迎就對了 啊 人家國際小的 不再承認他了啦 他是都對我 在那裡發發的 我叫做以前那個中華民國 實際上不是啦 這個中華民國跟以前那個中華民國 不是同一個中華民國啦 只要說齁 很簡單耶 李定輝就好了 這我問你啦 李定輝這 這齁 32 我問你 你知道在台灣 有多少人叫做李定輝嗎 那時候我小時候我沒聽過 李定輝齁 在我們全台灣齁 有15個人叫李定輝 15個人都叫李定輝 哪一個李定輝是李定輝啦 哪一個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你要分得清楚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說的 人家 李定輝想要這幾年 人家也說 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 反正你這幾個你都聽不懂 喔喔 原來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以前那個中華民國 喔喔 對對對 這樣你就對了 李定輝這幾個你都聽不懂 這就是人家一直 一直喔 你跟我們講的 但是我們台灣人人人講的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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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你說的這個 圍儀的背後 你說的什麼 啊你都聽不懂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喔 無可救藥的地方 沒有好救的地方 就在這裏 傻子 傻子 你知道我們 那數的三分之下就是贏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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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我們也要說一個實位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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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都太太 傻子 那時候 七八十年前 傻子 那都是傻子 那絕對不是傻子 我告訴你 大家都傻子 啊 就是傻子 才是傻子 傻子 啊 他過來都帶那些 大學比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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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學士 碩士 博士 都把他留掉 想辦法都把他拆掉 什麼樣的原因 不可以讓你知道這些歷史 啊 所以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以前的傻子 都叫做傻子 傻子 所以我們就 傻子 傻子 還叫老人 都是傻子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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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想 台灣人是傻子 老人的傻子 傻子 傻子 你知道嗎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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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傻子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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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們台灣人 同樣的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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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 人家說我們台灣人什麼好騙派家,原因就在那裡啦 就是主要什麼? 傻底啦 我幫你打拼他們說,你要知道你的弱點在哪裡 我們的組成的弱點在哪裡,你要知道自己的弱點 我也是一個很傻底的人 但是我跟我說,我是受到這個 中國人吃到中國人的很多鯨料料 看到很多狗運的料料,我所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台灣人的精類是傻底的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說的好騙,不太騙 很好騙的 要跟你騙的 要跟你騙是有夠困難的 因為你傻底,你就不會騙 你知道意思嗎? 傻底是要怎麼騙 傻就是 跟你說你都不會開窍 人家就開一個瓶,你叫你說你要弄那個瓶 結果你就是都不會弄那個瓶 你就在那裡懷疑 你知道嗎?那叫做瓶 人家就開瓶,你也要軟瓶 對不對? 那個比較聰明 我們就一直不會變通,那就是瓶 然後加一個叫做敵 敵就是很厲害利用的 你都不要去懷疑 人家對你說的有一個真實性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你從來沒有在懷疑 我也是都這樣 我以前就是這樣,但我這樣就很懷疑 因為對方跟我說的都假 就不是這樣啊,實際上就不是那樣的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你有這個六點 我自己都一直提醒 我就是這個狂的 害羞的害羞的 我是一個狂的人 我是一個很囂疊的人 但是我都一直把我自己警告 你不能去懷疑 你知道嗎? 那不是一個好的 兩個去懷疑跟敵,那不是好的 你不能說天公聽懷疑人 那懷疑是哪有可能天公會聽懷疑人 天公聽懷疑也聽懷疑 他們都說這是我的 這叫做狂人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根本就不知道黄金的嫡疑 那叫做狂人 但是如果聖的都知道 喔!這黄金,喔!這有嫡疑 馬上身好好起來 這叫做聖的 同樣是一... 你知道嗎? 一塊黄金 放在聖的人的面頭上 跟放在公的面頭上 那是不一樣的耶 聖的就是說,哇!這有嫡疑 馬上身好好起來 這有嫡疑的,你知道的意思嗎? 啊!如果黄的時 放在你的面頭上,這是什麼?金金水水 對啊!我來拿回家做鑽子角 啊!你知道嗎? 不要自己利用 那叫做狂的 啊!就是這種的狂人啊! 那就是在說我們台灣人啊! 狂啊! 人家就國際化放在你的面頭上 會把中華民國整組搶一搶一搶 你就不會贏了 那叫做黄金放在你們家的面頭上 你也不會叫起來 啊!那不是狂嗎?那叫做什麼? 狂啊! 剛才那是狂的,真的 我都跟他說我們台灣人是狂的兄弟 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我就是狂人 你知道嗎? 狂人所生的兄弟 所以我不能這麼狂 你知道嗎? 我看到那個名字的時候 我會知道那個背後 那是什麼名字 嘿! 啊! 他完全正了解他的定義 把他的賴圓插好清清楚楚 這樣我就拼命我去做一個狂人 我為什麼要寫出來 我為什麼我要自己寫出來 我為什麼要寫出來 自己寫論文 什麼這樣的原因 因為我就是要怎樣 你知道嗎?我不要做一個狂人 我自己去查那個資料到底是真的 到底有那個名字嗎? 你要自己去看 了解那個名字是什麼 屁股要你去做一個狂人 因為我知道 我是那個狂人的子孫子 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 我一定要求證 到底是不是那個名字 到底是不是 以前有人說過 啊!真的有那個文件嗎? 去看那個文件 有元素的資料 啊!你如果知道 這個名字的時候 要跟你騙就沒辦法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要做一個狂人 你如果說 要騙就要做一個狂人 很簡單的 去 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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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討論 中華民國詐騙集團 那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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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討論 一萬分 一萬分 都有問題 你還記得我講的 所以 他們的討論 不要去看 你去看國外 文件人怎麼寎 你才知道 原來是這個新聞 這樣就對了 因為他們的討論 都不會看的 那就是說 你不要去看國外 你不要去做一個 傻人 傻人 傻人不是好的 傻人就是 沒辦法分辨 是非 當時 藍白 他分不清楚 什麼人是 我們的阿爸 什麼人是阿母 他分不清楚 那叫做傻人 傻人 傻人 台灣人就是 這種的政 我不會跟你騙 人家說的 人家最悲 那你不能開玩笑 真的現在就是你人家最悲 那叫做傻子 連你阿爸阿母 分不清楚 我不知道 那種的小子 是騙到傻子 我真的騙在阿爸 人家說 我替你生的 你記得你不知道我 雖然我們70年都沒有記名 但是我替你生的 你總是說 那是 你看到法律文件 你也知道你什麼人 對不對 你的身份 就倒在 我們這個 負政事務所來面 你自己去調 調你的 你帶你去調什麼 你去調你的阿公阿嬤 或是你的爸爸媽媽 你去看 那是不是日本人 人家主要把你放在那裡 啊 你自己要去看 自己去調出來 你就知道 這是真的假 奇怪 怎麼有那個名字 啊我怎麼會變 中華民國的國民 奇怪的 無名其妙 那就是 中華民國人 穿你 叫你 叫你改 你如果不改就是他 跟那個 以前什麼 你知道嗎 萬千人 你知道嗎 他入關的時候 他叫那些 民調的人 你都要給他留一個辮子 你如果不留辮子 你就沒有人頭 你如果留辮子 就留你人頭 同的 他今天我們台灣也同的 你喔 這些日本人 現在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齁 啊你如果沒的 你就死 啊你如果買 你就留下來 就是這樣 他們的政策 他們就是以前 他們的組織 那裡做那些工具 所以他們的辦人 還拿來抵禮 我們台灣 同的啦 你如果要留在台灣 現在 要讓我灌很簡單 你都叫做中華民國國民 我不管你賣 還是賣 當然也沒有 你就是這樣做 啊不然 人頭落地 稱讚條 二百就是這樣來 為什麼他要228 為什麼他要戒嚴38年 那就是要把你切底 整個台灣人 把你洗腦 你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這傻人 啊你本來就傻了 你知道意思嗎 嘿 啊你還把那些 還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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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裡面算把那些 還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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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知道的都死了 啊所以你現在 普遍上 你知道的幾個都叫 教理所都知道 你也是不知道 我們就在那裡 就是我們那些 你知道 蓋嚴38年 都抵掉了 知道的事情都抵掉了 知道的事情都抵掉了 知道的 是日本人 那些都抵掉了 啊吼 現在說到 日本人 台灣人 就切得要死 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他自己是日本人 人家說的 人材最白就是這樣 你自己是 你自己是 中國人 你不愛你日本人 那就是人材最白的 啊他的教育 本來就是要這樣做的 本來知道 日本人的新聞 那些被子都抵掉了 聰明的都抵掉了 聰明的都抵掉了 老來都傻的嘛 傻的好家 你知道嗎 我把你生鬧 我們的祖先都是從中國過來的 啊 屬於家的綽破 家的律師 對吧 那些所有的名字都家 都把你做家 啊你後 你就自己認為 你是什麼 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是中國人 我的祖先都從中國來 現在普遍上的台灣人都這樣認定啦 這樣你就死了 嘿 你那 路的寒字剛好 這就是我們台灣是政治戀儀的原因啦 我不知道這樣說 你 你 你應該聽到啦 就是我們這個台灣怎麼想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什麼 中國殖民政權的執民 長期我們一名七十幾年 現在已經心境錯亂了 嘿 無求 所以最後人 美國法院再下一個結論 台灣人民在政治戀儀當中 嘿 什麼叫政治戀儀就是 你一直在那裡加小 一直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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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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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好 一隻 你怎麼說 你啊 拼吧 現在 你就會變美國,或是你會變中國,或是你會變印度,或是你會變俄羅斯 不可能,你怎麼進也是叫中華民國啦 你再一億人去進,你願意去進這個中華民國的選舉,你進出來就是叫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因為你就是這個中華民國流亡體制裡面一直在那裡選舉 所以你如果越算你就越死在那裡,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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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因為你就不會出發 人家就在利用你台灣人的什麼,兩點人,傻又敵 傻,你聽到嗎? 你知道嗎?不會變俄,傻啦,傻啦 人家跟你說的,你都不會去求,你都不會去求到底什麼名字是真的 那叫做傻啦,第二樣子也很害人的敵 就是人家跟你發槍喔,啊你就槍,那就是傻的啊,那就是敵啊 敵你聽到嗎?敵就是人家叫你怎麼做 你就,你就這樣去跳那個空,那個人叫做敵 人家說愛台灣,你就為我去愛台灣,照他說的那個方法去愛台灣,那就是敵 啊,如果叫你說,哇,這這樣來來來,哇,欠很多錢的貓,你把錢搞出來 哇,你真的把錢搞出來,那就是敵 你知道嗎?敵就是那個人,很厲害,算是都會信任人 但是我告訴你,他沒有辦法,主要是那個傻 他沒有辦法分辨是非 啊,他黑白信任,你知道意思嗎?那叫做傻敵 你知道嗎?這傻敵跟敵齁,這兩個,加起來是很囂張的耶 我不會騙,你就定義你破了死贏了耶 你的這個人,幾四人你就想人騙而已 那叫做傻敵,普遍像我們台灣人都這樣,我告訴你 超,如果真的傻敵跟敵的台灣人,我告訴你,超過百分之六十啦 你如果說要創我這麼聰明的,要騙我很困難啦 因為我已經變聰明了,因為我知道我一直在我告訴你 我就是那些傻人的小孫子,所以我不能創那些傻 我就要變聰明了,啊之後我也知道我是很敵的 因為我的組織,主構以來都很敵的 對,因為我們以前台灣人的生活是很單純的 你如果說傻就是傻,大家都彼此的信任 也不會去傻,都不會亂說的時候,這傻敵是好的 因為傻敵真的是最好的溝通 但是我告訴你,中華民國所來的那些人 中國流亡難民,那些是詐騙集團耶 你如果很高興,你怎麼死,你怎麼都叫我騙? 我們如果跟你說你就下去了 騙說,哇,股票要蓋了,衝喔 台灣人就去買,結果大家都買在最關店 那都是我們傻的,台灣人買的 結果人都跑了 你知道意思嗎?那是傻的啊 傻的也一樣,哇,會蓋了一瓶三百萬喔 你就去衝,你現在幾個都掉了 那就是傻了 你知道嗎?傻敵兩個合起來就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那個什麼 那個本省,那是很不可救救的地方 你知道嗎?傻敵是很爛的耶 人家說這樣一句話,你去聽那個人說你就唱 那就是傻敵啊 啊,人家說我們台灣人好騙派賈啊 你知道意思嗎? 紅金放在你面前前 你不要好把他拉起來 你不要分辨那順便 或是說你把那個 你把那個 紅金怎麼樣? 你把那些紅金拿去做爭啊 那也是傻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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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要懷疑 我們台灣人就是那種傻敵人的驚訝啊 因為我告訴你,實在是那些以前聰明的那些政 都叫做台條的啊 那台四五萬人 這次就過來來台,拜託的 那都是我們的精英耶 那都是我的... 你如果以我的背,那都是我阿公的背 我阿祖的背 那背的精英耶 那背的精英 那背的精英都是一百個裡面驚訝的 最聰明的耶 那要來做政的耶 結果過來中間都把我做政的都把它補不掉 哇,流來都說的 海也慘 對,八祖港台灣人你自己要很清楚耶 你不聰明 你是那些傻人說生的怕事啊 你做的事情,你都一直要怎麼 一步一步,實事求事 你要去找到底有那些名牌嘛 講無所謂啦 我們不是天才無所謂 但是你的名牌要求有的 你知道意思嗎 真正有這個名牌,沒有不對 最不你齁 你用最完事的一個方法 你去求證有那些名牌,這樣就好了 你要去發明一個新的面 你只求證有那個名牌就好了 這樣你就變聰明了 那就是牌要你去走狠狠的一個方法 求證,求死 求證 求證有一個真實的 不好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一個事實的就好了 你如果說我們做 台南辦會中間賽事 哦,我知道這樣真實的就好了 齁,你就現在要知道真實的 不然看,不然聽也沒關係 但是你就要求一個真實的 我告訴你,你就不會去做狠狠 這就是要劈我們台灣人去做一個狠狠 一個最好的一個方法 啊,之後你說就證 證齁,就是說 信任人啦 人如果說怎樣,我們就聽下去了 那叫做證 證,我告訴你齁,證齁,這個名牌不是五毛 但是人如果要跟你騙的時候就變得很不好 變你齁,對齁,騙沒有抵抗能力 人家騙的時候,你沒有抵抗令人 那就是證 啊,我告訴你,證,不是一個賣的名牌 主要是在那裡,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證,證齁,主要賣的所在 就是在頭上那個狠 你知道嗎 那個狠就是,你沒有辦法分辨 四位的時候,你又證你就是了 對,就是抵抗的人要怎樣 每個都聽,每個都聽 每個都聽 那叫做抵抗 嘿,你如果說 我也說,我以前就是這種人 齁 傻又抵抗 但是我一定怎樣 我一定說,我也說 我欠免說我自己不要那麼傻 我每次都會去求說 這真的有這個名牌 齁,傻不要緊 你要去求證 求證說有那個名牌 齁,啊,你就偏要做一個傻人 所以,你如果做 你如果做 事情的時候,你就會 請向去用什麼 去用一個好的方法 人家用法律啦 用 法律 跟這個理論 下去做事情 那叫做法律 這樣你就不會說 因為什麼叫做法律 那就是 天地的法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法 那叫做法律 齁,你如果要 在你的公平 很簡單的 你就去學法律 什麼是法律 齁,什麼是理論 你都去讀這些名牌 只要喜歡 我們如果說傻跟傻是比較出來,其實說的時候大家都傻人啦 只是說你有比別人更傻,比別人更知道,比別人更多,你若比別人更知道,更了解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麼傻,比別人更傻,比別人更傻,那都變傻的啦 所以傻跟傻是比較出來 我就說的是,我比你更傻就好了啦,我免是最傻的,沒關係,我只要每個人都比你更傻就好了啦 這好像一個比賽,你聽到有沒有,我不是遭上京的,但是你要第一名就好了啦 我不是全世界遭上京的,沒關係 我現在贏你就好了,那叫做傻的,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樣說,你聽到嗎,傻不絕對的傻,你只要贏過對方就好了 人家說的喔,略勝一籌啦,贏他一點就好了 這樣你就贏他啦,他要跟你騙就困難啦 你就每個人都贏他一點就好了 你要贏多少,你就贏0.1公分你也贏他 你知道意思嗎,你就不會有騙 所以傻的要來騙騙的就騙不過,知道嗎 所以你要做一個 你知道嗎,你明辨自費的啦 你有分別散惡的能力 勝到王的名字,你自己分得清楚 你自己分得清楚,說人家做什麼工作 這樣你才不會讓人騙 這是改革公平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啊你如果說 真的說的喔 我就真的公平,我就真的都沒辦法分,這樣我教你一件事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只做你知道的就好了,剩下你賣割 你知道嗎 你只做你知道的事情就好了,剩下你都不知道,你都一回答說我都不知道,我只做我知道的事情就好了 啊剩下都跟我無關 啊這也是一個明則 自保之道 這也是可以 你如果心情說,我真的我就 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信息意念去輸購這個名字,我沒有要學生的 這樣很簡單 你就很簡單的,你如果要自保 你就只做你知道的就好了 這樣也是可以啦 這樣喔,你雖然傻,但是你也沒去做不對的事情 這樣傻就還好,但是我說這也是不好的 我說實在有的 當然,這種的方法利用自保 我只做我知道的,剩下的 如果不知道的部分,我一直不接受 這個也可以 這也算一個聰明的 因為他知道他傻 對 所以你如果知道自己傻的,要安分 熟錢的人 這個人也不用叫他傻 對啦,這個人也算聰明的 我就專心把我本分做得好就好 剩下我沒了 你知道嗎? 你沒壓心 人 你齁,我跟你講 你如果 都沒壓心的人,我跟你講 人要挖一槍給你跳 你也跳不下去 對啦,我就做我有的就好了 對啊,這樣你就不會用騙 這種的 對你說 的消極辦法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說這沒那麼好 這我也不可能 我也希望各位都變聰明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一件事 你要自己很清楚 你那是傻的傻的傻子 真的,我們的組繩子不聰明 我們的組繩子如果很聰明 我們四五百年前的群黨就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怕他沒那麼麻煩啦 怕他為甚麼這麼麻煩 因為 我們的組繩子不聰明 你知道意思嗎 傻的啦 走就是這種的構成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向西方以前學習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四五百年前人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沒下去 我們的組繩子都沒下去合適這些東西 好像傻傻嘻嘻嘻在那裡過一天 在那裡過一天 你知道意思嗎 他對這些事情都沒去合適 所以在四五百年前的時 有一個很好的 時空點 我們能夠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四五百年前 人家在大航海 西方要整個去做探險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本土的台灣人 就沒那個地勢去合適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對外來的變化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自己怎樣 都無動於衷 之後 人家紛紛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台灣人還有一個部落殖民地 之後就一直供一名 供一名四百年 因為我們錯過那個最好的時空點 四五百年前 人家在大航海時 我們都成為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結果我們的組織都沒這樣做 所以變得我們今天這麼苦難 也跟我們組織的 合適 鬆到疾有關 但我說過就過了啦 那就算了啦 反正我們要自己知道 我們是在鬆疾 我現在 鬆的我們都知道 我現在要講疾 疾說的是 不是不好 你知道嗎 疾是很好的 但問題 你在 在那個 中國人的社會 裡面都在騙來騙過去的時候 你跌就變壞了 你變得很厲害 都會信心的 之後你都會 騙大錢 吃大虧 吃大虧 騙大錢 這就是什麼 跌 一個什麼 一個很壞的地方 不然就是什麼 成為騙財騙色的對象 所以你看看 為什麼台灣的詐騙集團可以橫行 那些神棍可以橫行 什麼看的原因 台灣人就是跌啊 跌就是那些神棍說的話 你都要生啊 我只聽到 我只聽到那些話 我就說前面沒有一點邏輯 科學 根據的時候 全部都假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都聽到 那些神棍的話啊 拜託啊 那些傭的 說我是要來騙我這種的騙的 怎麼有可能啦 我馬上也會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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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說 你最主要要 什麼 你做一個比較聰明的 你不要太跌 跌要看人 什麼人要跌的話 因為這個人是好人 你不要騙 你用喔 你用整個說跌的沒關係 你對這種人要說跌的 啊 如果對中國人的時間 你千萬不能跟他說跌的 你如果說 我為什麼要用台語來講 我這麼說的都跟你說跌的 因為我們台灣人聽的話是跌的話 所以我喔 現在你說的這些話 全部都跌的 你放心 真對我們台灣人的需要 我知道要說什麼話 跟你拍拼你這麼痛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台灣人有什麼接受的就是跌的話 那中國人所說的話裡面是圓圓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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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啊他們喔 同學說的跟他們做的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話真的不會痛的 嘿 所以你看 中國人 中國人自己在做的也自己在亂 什麼樣的原因 他們的也不好啊 跌 說到時候是好 但是我要說 你在中國的社會你自動 你怎麼 自動去解釋 嘿 你一定會被騙 我不會騙 你如果喔 傻子又爹齁 我會說 你絕對會吃大貨 尤其在中國社會 都會說是我們四 嘿 因為 中國人就是什麼 幹聰明 幹雜 齁 啊 外聰 我跟他說 中國人什麼 幹雜 外聰 啊 人家說的 幹幹聰明 幹不久 所以他們都一直在亂 雖然他們很聰明 但是我跟他們講 因為齁 他們都齁 幹幹聰明 人家現在 踢 都不理想 讓他們在亂 嘿 上台主管就讓中國人亂 對 因為為什麼 他們幹雜 外聰 幹雜跟外聰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亂 因為時間搞什麼 種族大屠殺 自己帶自己 你放心 上台主動的辦公室 把中國人鎖做兩半 讓他們自己去消台 嘿 你像現在國共內戰的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主要什麼樣的原因 幹雜 外聰所影機的 我們台灣人齁 一般來說 都比較良善 正直 我現在要回歸政體 我們台灣人齁 普遍上 良善 正直 我們 說的是 我們的經 經率 都好的 什麼看的 原因 天皇 那個時候 沒把我們的政 都抬過 流下來 都什麼 良善 正直的政 良善 正直 你聽到有沒有 我知道 普遍上 台灣人 都是生做這樣的 百分之八九十 本土的台灣人 都比較良善 都比較正直 他不會挑過 去騙過的頭上 准說有時 為了他的行進 過不來 三種去做那些工作 共筆的 去有生活 環境 所有筆 我都了解 沒人願意去做互動 你知道嗎 沒人願意去做妓女 就沒辦法 我就有一個生活 所有筆 所以我要去做那些 垃圾工作 就沒辦法 我就負到了 沒辦法 我就負責了 沒辦法 我就負責了 普遍上的台灣人 會去做垃圾工作 是都共筆的 我就需要那些工作 不然我就會搖死了 所以我就沒辦法 我要去做那些工作 你知道嗎 這是普遍上台灣人的心態 你們都良善 我知道 雖然有做一些壞的工作 但是你就沒辦法 你就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要去行進 所以你就要去做那個工作 我都了解 我台灣人 我很了解 你一個這個 中國殖民政權之下 你如果真的良善政治 你也死 好人在中華民國是我們四人 中華民國的政權好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的本質 我們平良心說 普遍上 我不是說全部的 都良善政治 普遍上台灣人這種性情 我了解 因為我本來是這種人 我也是他們生 我哪有可能脫離這個架構 我是什麼人的懲罰 我是那些公地的台灣人的懲罰 我也是良善政治 對啦 比較良善的懲罰 那我知道了 但是我們現在在這個中國殖民政權的 你跟我們管理的時候 我說我們沒辦法發揮 你要做一些比較少的工作 他都沒辦法給你做 人家你強起來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說社會的人會幫你打壓 以前很多教授在那裡 裡面都說社會 我告訴你那些都沒辦法做教授 都叫我Fight Out 嘿 人家就想辦法把你打壓 那你如果要辦一個報索 去說一個社會 或是說 什麼樣的 人家就幫你操 人家有什麼人家操 人家有NCC幫你操 以前我們台灣人的地下電台 他也幫你操啊 你要說一個社會 人家就幫你操啊 那不行 這就是中國殖民政權 你齁 在那中國殖民政權下 你又如何在那裡操他 操他操他 也是中國殖民政權 你因為我不可能去操 你說啊我會加入他 然後再來 靠一個選舉改變條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不要在那裡做民旺了啦 如果會操他 他操他就操他了 他操他 他要做得怎麼樣 也是說乖啊 這樣你又看不出來嗎 這樣你就是要把中國殖民政權 整塊都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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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對了 這不問為什麼的啦 因為中國殖民政權 你不管怎麼看 照法例 也是中國人的組織啦 你齁 這些台灣人 你不要去操他 你就叫齁 用法律 叫美國給他操他操他操他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什麼困難呢 照法例來說 照國際法來說 中國殖民政權 你根本都沒有任何一條法例 他都留在我們台灣啦 發到白了啦 他們齁 在台灣是 我跟你講 是準備怎麼 被驅逐的對象 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流亡 流亡體制 還是中國這個殖民政權 他勢必怎麼 被人家驅逐掉的對象 他一定叫Fy out 只是你看看 什麼時候要把他操他操他 這樣而已 你去這些法律 全部都看有的時候 中國殖民政權 在台灣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 一點就沒有啦 一定先破四行啦 四行啊你知道嗎 四行現在破了 你憑說那天啊還會隨死 啊沒了耶 還在等的耶 等說一下下屎的時間 人家說 好 今天就要它被判四行 你知道嗎 今天就被他拖去 你知不知道 把它把他操他 我告訴你啦 破葛事一定落下來了 中國殖民政權 運死的了 那一定不改了 你知道意思嗎 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在我們台灣一定破死刑 麻煩你自己去看那些文件 我跟你說的 聯合國的27、58號結文 三個公報 跟一個中國政策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去向 美國法院裡面 告那個 判決文的主要內容 你就看得出來 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這個中國殖民政權 在我們台灣就破死刑了 那還有什麼希望 只是人家在等一個時間 下數的時間 要來執行這個什麼 槍決令 這個什麼 要把他判決掉就對了 到底有什麼時間 這樣而已 你看一下 判差也都做好了 在那等 當時要入戀 什麼樣的方法都一定好了 準備說 要把他拖去台 跟中概就一樣 死了啦 你去看中概就好了 那是不是死了 我不是這樣路上 現在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就是死了 在什麼時候 要拖去路上這樣而已 你如果看不見 你去看中概就那個人就好了 為什麼他死不路上 那就是說 他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殖民政權 現在的情形也一樣 一定死了 當時要路上 我不知道你說你聽得好嗎 你去看中概就好了 現在他就一直伺服啊 一定死了 拖了又炒 對不對 在那等什麼時候 要拖去台 對 中華民國的殖民政權 就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去挖他 我跟他說 你真的聽我一句放 你絕對不好 對 我跟他說 因為你不要再弄得下去 那些文件你要看 有都打死影的文件 那一件一件 給憲規中華民國就是打死影啊 早就判決了 都打好在那裡 你是你自己看不而已 我就說你台灣人弄得了 我聽到中華民國詐騙子 人家在那裡說 實際上中華民國 炸就沒有了 沒有了 早就沒有了 我就說的啊 李登輝就好了 全台灣 整個李登輝啦 啊 我問你 你知道 全世界 整個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以前中華民國 沒有贏過 我說七八個中華民國 哪個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要用這個 法律的基礎來看 看說哪個中華民國 是哪個中華民國 你都要把它歸位 不是中華民國的就是中華民國 我不知道這樣說的 你聽到嗎 不是李登輝的就是李登輝 齁 你頭上要來稍微去刺一下 這個中華民國 是哪個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 是中國流亡難民 在我們台灣 頭上所走的一個非法政權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就這樣而已 一早就刺一下 什麼都不是了 你 要去看法律的文件 你去看我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論文 是 台灣政府 那些價格 一定把中華民國 他的新聞 都給你刺到白了 一定刺一下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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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真的 我說的 你如果聽不 啊 你的文件 也真的都看不 我那個論文 都在那裡 你自己去看 那些人在國際社會 一定把這個 在我們台灣 這個 由中國人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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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的 中國流亡政權 一定判死刑 啊 這是說 什麼時候 要把他競爭掉 沒有啦 你也要競爭 要把他競爭掉 一定死了 你也要把他競爭 競爭掉 這樣而已 一定死了 啊 這是說 什麼時候 要把他競爭掉 這樣而已 人家說的 弱土的安 你看 九戒祖 他當時 弱土的安 這樣而已 他一定死了 啊 中華民國 現在的中國也是死了 啊 這是他的名字 又流 實際上 中華民國 他真的也沒有 我問你啦 中華民國的憲法 現在有營養 沒有啊 中華民國憲法 現在是沒有效用的 根本都沒有人 在看中華民國憲法 在做事情 啊 啊 什麼說 現在那些國家一定死了 我說一個問題啦 中華民國的既定 利益圖 包含哪裡 包含蒙古呢 你知道嗎 啊我問你啦 現在蒙古呢 對吧 那裏憲法 還不可以 那裏憲法 如果不可以 那裏憲法 那裏憲法 就是死了 你知道嗎 那裏憲法 沒有再繼續作用 那裏憲法 都死了 那裏憲法 外的名字 那裏憲法 你從現在就好了 美國的憲法 是不是外 是 什麼樣的原因 那你把美國所有人民 包括這些政府的所有局 包括他們的法院 包括他行政立法司法 大家都利用 美國的憲法 所以那個美國的憲法 遏掉 美國那些國家遏掉 你聽了好不好 啊我問你啦,現在你說你在臺灣上面這個中國流亡組織的中華民國的這些官員 行政立法司法,我問你現在有照中華民國的法律你辦事? 沒有啊,什麼人你用中華民國的法律你辦事? 所以中華民國你看那個憲法,基本上沒有在當中,那就是死的,知道嗎? 什麼叫做外的,什麼叫做死的 什麼國家叫做外的死,很簡單看他的憲法啦 啊你用去看日本國的憲法啦,人家現在你看安倍晉三 包括他的行政立法司法,日本國的行政立法司法,大家都照日本國的憲法在辦事啊 什麼看的原因?代表那個國家是外的 所以外的在用那個法律,所以那個國家外的 你知道意思嗎?啊你去看中華民國的憲法就好了 小西人耶,他的既定領土在哪裡?蒙古耶,下面還有一個蒙戰委員會耶,小西耶 那些人都已經獨立出來了,還把它包在裡面 你覺得那個憲法是外的還是死的? 那個國家是在的還是不在的? 你用膝蓋上去想起來,中華民國的憲法,說那些就沒有你贏啊 那就不贏的嘛,所以 那有中華民國實際上這個國家?沒有耶 所以我們國際社會沒有你承認中華民國啊,反正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承認,他的國家也沒有了 因為他的憲法根本就沒有在實施啊 實際上中華民國的憲法,沒有在我們台灣贏啊,怎麼會有? 沒有,要嫁的,要一個房子而已,跟你說我有一個中華民國憲法 實際上中華民國憲法就不贏的啊 不贏的名字就是嫁的 不贏,沒有贏的名字就是嫁的 所以中華民國就是嫁的,早就沒有了 實際上他是一個 中國人民所組織的一個什麼?流亡政府 中國殖民政權這樣而已啦 啊,一定叫我們破事件啊 你如果沒有的時候,你來參加台灣民政務,你就知道這些所有內容 你參加到久的,你都知道這些,他走就死了 嘿 這就是說,我們齁 這個台灣最終國際地位的時候,你說的第一項要做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正常化就是什麼? 把中華民國拖去台 啊,第二項什麼很要緊的,說我們要認識一個什麼?由我們奔土台灣人所組織的一個什麼? 合國際法的一個什麼? 齁,一個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還要踩到建政法的問題 啊,你如果踩到建政法的問題,你的上位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下位就是,這個台灣民政,這兩個要合起來 這才是佔領地的合法政權 所以這個,你如果按照國際法和建政法來講,我們台灣要設,在法律上要設一個什麼? 非常簡單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加上台灣民政 這才是正港的什麼?正港我們台灣的政府 所以這個台灣,這個台灣政府,什麼人可以用? 美國軍事政府USNG,加上台灣民政 TCG,這才可以用 啊,這才是什麼? 什麼? 合法的台灣政府 啊,這就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第一步 啊,你如果了解這,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一個正港什麼聰明的台灣人 你正港了解這的時候,你要怎麼參加這個什麼? USNG,TCG的人 我跟你說,這才是正港的聰明的台灣人 你一定什麼? 恢復你的國籍 啊,你又擁有自己的政府 對不對?啊,你又脫離政治戀利 這就是USNG加TCG,這個台灣政府什麼? 他的一個什麼? 跟我們台灣人正港做一個 討伐的一個什麼? 一個法理的方法 這才是正港的路 啊,我沒有想你,如果中華民國那個體制 你裡面架,我沒有架到現在你有處理 也是沒有啊 你說怎麼架也不可能會處理 啊,旁邊那時候,人家做中華民國總統說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啊 他也自己知道,他去做了之後 他在說一下,他也說真的不可能啊 啊,後面為什麼知道不可能? 因為他做了才知道說真的不可能 中華民國那個體制就不可能會處理了 啊,後面後這個後 這個後面啊 大安水平跟靈智心他們兩個還算不錯 所以他們討論過 這後面說齁 跟後面他們去講講 這他們的內幕這就要問他了 這我最了解 這我沒有了解 但是你都去問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後面跟他說不可能就不可能 他一定跟他說話 所以 雷舟C的司令他知道了 對啊,他跟後面說話 後面也沒有跟他講 他一定知道的啊 啊,後面你如果說都不知道的時候 所以他不可能會有他的困難 台南水平跟李政委 我要說 他要怎麼 父子相稱 啊 很簡單 台灣的 國際法律 問李政委 他最了解 他一定知道 他喔 我會說比我們所有的人還要知道 其實他不能說 對,因為他在中華民國流亡體制裡面 他可能有他的困難 所以他不能說 但是 台南水平不能說 水平也不能說 也可以 所以他就 可能就是 這個 李政委 跟雷舟C的司令 說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才知道 啊 後來他才去跟他 去跟這個 美國的反應 去跟這個 才有我們怕他這個 什麼 USNG加TCG 當然 這我是在外面看的 是 是 那是這個商業經營 到底是怎麼說的 我也不知道 你就要去問他 對 他可能會出自傳 他會說這段的歷史 我覺得你要去看他 這個 這個什麼 你要去看他的自傳 主要是什麼 陳水平 李登輝 跟雷舟CX令 這個鐵三角的關係 這只有他們 這三個 這麼說的清楚 但外人怎麼說 都不清楚 這你要去看他的自傳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要看他 這方面 聖工業自傳來說 這個以後會很 會很精彩 你知道嗎 這青菜在台灣買嗎 一百萬本 我不會騙啊 這就是 這個鐵三角 最精彩的地方 到底那個時候 是台灣民進 為什麼 要去做這個台灣 民 民進 去看他 說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研究過 李登輝 拜託他是很聰明的 彈水平 拜託他 以前是國際商法 他怎麼沒有了解 他已經一半半了 一半了解 他還做過 這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手頭主要 他一定有辦法來研究 他一定有相關的資料 對不對 跟這個 羅蕭CS令 他 你看看 他也拿 阿旁去給他 起手勾 說他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那也是羅蕭CS令去過 所以 他一定很清楚 這些相關的法例 阿到底這個過程是怎麼說 我不是 董事者 我到底沒有了解 但是你只看那個外面 你就知道 阿 他這三個 他這三個 是什麼關係 這叫做鐵三角 李登輝 陳水扁 羅蕭CS令 這就是鐵三角 喔 你知道意思嗎 阿這三個我都沒 真的 我說實在 剛好我也都沒 我都沒你 你也都沒你了 對啊 那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我們要說 台灣最終國際地位 我們就要說 現在 第一步是什麼 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化 做什麼事情 去跟美國做 還有我們什麼 我們的結論 我們的結論一定出來 現在美國也在跟我們 一起做三天 就是第一步 台灣人無國籍 因為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剛才證明 就是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一直流亡中國 流亡難民組織阿 對啊 那個怎麼會是一個國家 不是阿 可是不是國家 又像國家 那到底什麼 我們下一張 我們下一張 在這裡來講 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關係法 我們這裡來講 這裡的問題 他不是國家 但是看起來像一個國家 到底是什麼法論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怎麼 這個 他主要用什麼 用台灣關係法 你保護這個中華民國 我等一下 我下一張 我們這裡來講這些問題 你先知道這樣就好了 你要知道說 那個台灣關係法 我只要這樣 我只要這樣跟你說而已 最後一陣子 我們這裡來討論 這個 中國聯網難民組織 為什麼 在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 他看起來 還像是一個國家 我也要把你們 把你們交給破 因為你們台灣人都 什麼 小點 要給你們破事 要講一個 患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是什麼 我的那個 那本裡面也有 那論文也有 那就是說 他們的 那也是把你交給破 這第一件 我們沒有國籍 第二個 我們沒有政府 因為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不是我們 本土台灣的政府 他怎麼也是屬於中國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難道會回到台灣嗎? 拜託的,你要看中國回到台灣嗎? 你只看中國就不回到台灣了,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也是中國,怎麼會回到台灣? 麻煩你用膝蓋去想問題就好 中華民國你怎麼樣四個字還不可能回到兩個字 你怎麼中華民國也不回到台灣 你只看那兩個字就知道這是一個四個字,一個兩個字 你如果真的扯不穩妄,你如果真的穩妄不穩妄 你如果真的穩妄不穩妄,你也說這是四個字,這兩個字不相等 你如果聽不懂,我說你比穩妄更好不如 穩妄的都知道這四個字跟兩個字不相等 只要你這個百字,你打到一定是五個字 才知道四個字,你知道嗎? 跟這兩個字你分不清楚 你把它回到台灣 你如果中華民國回到台灣你就死了 對,你就比穩妄還要不如 真的我幫你笑,你就是真的比穩妄還要不如 中華民國跟台灣你分不清楚 一個四個字,一個兩個字,你問那個穩妄的 不然你問什麼人你知道嗎? 你問那個什麼? 你去問一個美国人就好了 他都不會中文,你去問 這兩個有相等嗎? 這個中華民國有等於台灣,一定跟你說不等於 因為這個有四個字,這個有兩個字 你要找那個都不會議的,你知道嗎?你去問 都不會中文的,你去問 這個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嗎?你去問 一定說這個不等於啊,這個為什麼?因為這四個字啊 因為這個台灣兩個議員哪有可能等於相同 對,這樣就對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不是很傻的,你中華民國跟台灣你分不清楚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你不要自動連結好不好? 人不叫你連結,你不要想做會 你知道的意思嗎?你不要想做會 實際上這兩個是不關的 是你女的齁,你要跟他倒作會才有關係 因為他的教育本來就是要跟你倒作會 要把你這個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他第一來就是這個教育 你知道嗎?那叫做詐騙教育 他就跟你說的 中華民國,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啊我跟他跟你說的 他是一個中國殖民政權 他是一個流亡組織 嘿,啊一定說打死人也沒救了 所以,所以我跟你說 你齁千萬,你不要跟我們問說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還有什麼辦法 我跟你說沒有了 因為那個法律所有的文件都已經破死人了 對,已經破了 啊這是我們說的跟政府跟他一樣 什麼,他什麼時候要拖去台 這樣而已 實際上,齁,早就死了,沒有了 簡單,簡單這樣說 第三點,我們說的是什麼政治戀獄 齁,這就是說 你如果繼續待在中華民國的那個體制 裡面,還一直在咬 一直在咬 一直在咬 你就是在政治戀獄 啊你要跳來這個 贈港,我們以後的這個台灣政府 就是USMG加TCG這個價格 這是贈港的台灣政府的價格 我跟他這樣跟你說而已 這就是贈港的頭髮 這就是贈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步 啊你這個第一步都完成了 要整個台灣的社會都安定下來 要來 對我們台灣的國際法理相關的歷史 整個都做一個檢討 我跟你講,再來我們要走第二步 齁,這我就怕我們說的這個台灣最終的這個國際地位 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是什麼 就簡單啦 我們還會進入第二個階段 叫做什麼日俗美戰的架構 什麼叫做日俗美戰的架構 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與美國總統 軍事佔領我們台灣的這個架構 你可能要這個架構裡面 可能要待著,可能要待 大概差不多三十年 等你整個台灣的人民的 整個都清楚了以後 齁 了以後才會再可能再走第三個架構 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這就是我你說的 你要知道說 人一定把我們設計好 讓美國按照國際相關的一些 歷史和國際法理管理 走就把我們想好了 你就照美國軍事政府人的安排 這樣下去做就好了 你台灣人不用騎就對就好了 你現在騎的就要說 我來對這個USMG加TCG的台灣政府的架構 這就是我們本土的台灣人的架構 這樣就對了 你們齁,現在所有台灣人都先把第一個步驟做得好 整個台灣都正常發了以後 正式進入什麼日俗美戰的架構 在裡面大概三十年 先把我們所有的問題都解割掉 把我們的鎖鏈、枷鎖、中國殖民、政權 整個所有的詐騙教育、有的脈 不要把他抖抖掉都抖掉以後 正常發了以後 正常發了以後 現在說第三個階段 最後我們台灣人要怎麼走 應該也要把我們想好了 就是日俗邦人的架構 所以這個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經過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USNG加TCG的這個什麼 台灣政府的架構 這是第一個步驟 你們齁,現在第一個步驟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第一個步驟 USNG加TCG的架構 就是台灣政府的架構 這我們現在還在做,還在進行 美國現在還在扮我們想辦法 到底什麼想要進行 我現在也不知道 要看美國現在怎麼 可能是在經年還是明年 這兩年他就在做了 這是第一項 這你要知道 這是我們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麼 正式進入什麼 日俗美戰的架構 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擁有台灣的所有錢 這個美國總統在軍事佔領 佔領中的什麼 日俗美戰的架構 你在裡面要待 可能至少要二三十年 絕對走不去 這是我們第二個架構 第二步驟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步驟是什麼 日俗邦年的架構 因為你一定習慣 你一定習慣日俗美戰 日俗美戰 你都這樣經過二三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 看我們 看我們 台灣人的摧擾 或是說台灣人的國際社會 最關的一些狀況 我們會做條件 走到後面 最後一步就是日俗邦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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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 對 對 人家 對 對 看 對 到日蜀美戰的架構 那也還要經過三五十年 最後才跟你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最後 日蜀的邦連 所以你現在還在走第一個步驟 你也不可以跨到第二個跟第三個架構 也還沒有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一步一步做 你不能帶中國人這樣 在那邊跳到什麼 直接就要跳來日蜀邦 這也不可能 人也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會說你做事情要有邏輯順序 你要有那個架構 你要知道一步一步把你的腳步走穩 當你一步一步都做到到位的時候 我會說人家國際社會人就要生人你的地位 因為你是叫國際官員來成立 你什麼台灣人你自己的國家 這樣可以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台灣人做事情你就要按部就班 要知道什麼是國際上的一些管理 叫人一定成功的管理 一步一步一步做得夠 麻煩你要修法輪 不要假的 直接跳到要來日蜀邦連 我也沒有這樣說 你千萬不要說我支持日蜀邦連 我現在就支持沒有 我是說最終的價格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沒有支持這樣做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 你第一步做就還沒有完成啊 USNG加TCG的這個台灣政府的架構 你敢做夠啊 你第一個階段都沒有做 做到的時候 你連第二階段你都還沒有進入 你不要說最終的什麼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 日蜀邦的那個架構 那還很幸運 那還50年以後的事情 三五十年以後的事情 那還沒關係 但是我說這 這種的事情 我們知道就好 放在心裡 我們知道最終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生成這樣就好啊 啊我們照 人喔 人喔 跟我們安排 一步一步照國際法律 下去做 沒有問題啊 絕對沒有問題啊 你按表操課啊 你按照這個邏輯 順序 按照國際法律的這個法律來 都沒有問題啊 你知道嗎 我就喔 一開始跟你說過 你要做一個真正聰明的台灣人 你不要做一個 傻地的台灣人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啊你要把自己變聰明 很簡單的 你去了解這個什麼 法律 跟理論 法律跟理論 那叫做法律 你要了解法律 法律是什麼 法律 法律 跟理論 你知道嗎 法律 人家國際法律的管理是什麼 到底有相關的一些 國際法律的管理 只是我們台灣人這樣下去做 國際社會跟我們認同 有沒有 齁 你要記得 你不是用你那個錯誤的感覺 因為那個中華民國那個 詐騙教育一定把你整個腦都洗到 你頭上去 你頭上去 教理所在你也是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得到的 我告訴你 你齁 你頭上去不知道 你頭上去不知道 國際法律全天在那裡洗洗洗 你就在中華民國流亡 組 組織裡面在那裡洗洗洗洗 那叫做政治戀利 你沒有這條頭白 你聽到有嗎 你老在中華民國組織的 叫做文字的 這樣就對了 給你打死人了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真的了解這個法律 跟理論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就真的變成聰明 對 你只要叫這個 什麼 華麗的順序來走 你就怕會出 因為我告訴你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都是這樣走出來 台灣也不會例外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也不可能 你也不會有例外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是要走 第一步 什麼 USMG加TCG的 什麼 台灣政府的架構 對 我這樣跟你說 你這第一步先做得更厲害 你正式進入什麼 日暑美戰的架構 你正式進入什麼 日暑美戰的架構 在你30年 50年 整個正常化料理 我們這裡來講 我們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你就可以 到達什麼 我們的 算是我們的 目的地就對了 我們要怎樣 我們就正式進入什麼 事實 你不能去聽 那些中 聽那些中 還有人說的一些 事實 那些都是 有空無順的名字 那些就無材料 做人 阿彼兒說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你就懶惰 要把它撞破了 阿彼兒就這樣 阿彼兒就這樣 阿彼兒就突然 所以他去選 他後面選武台 karş 他就去抓關 就是這樣 阿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後面做法去看 阿彼兒就這樣 阿彼兒就這樣 這個中華民國提示 的是 你怎麼說是甘不求? 絕對不求的啊! 人們一定跟你說,你都聽不懂 我說,你就真是傻,真是傻又爛 麻煩你要去做一個聰明的台灣人 什麼叫做聰明的台灣人? 知道法理 知道國際社會是不用下去做的 你不要聽那些中國詐騙集團 那些幾天說的三位 他們的中國人 沒有一句話說話是會聽的 他們的嘴打開就是你講白癡 好,這就是我們 這個 以國際法探討大日本帝國成為與台灣國際地位 第30章 就這麼好,謝謝各位